因應節能減碳 行政運會通過將投入4億元 鼓勵民眾將瓦斯爐或熱水器 換成一二級能效的節能產品 每個家庭可以申請 代換瓦斯爐和熱水器各一台 每戶最高補助5000元 想換瓦斯爐或熱水器的民眾先別急著換 經濟部宣布將投入4億元預算 鼓勵民眾將瓦斯爐或熱水器換成有節能 功效的產品 每戶最高補助5000元 經濟部推動的113年住宅燃氣器具節能產品補助 共分成三個項目 一級能效瓦斯爐補助2000元 自然排氣式熱水器 一級能效產品也是補助2000 強制排氣式熱水器 因安全性高 價格昂貴 一級產品補助3000元 每戶家庭可申請瓦斯爐和熱水器各一台 預計全台可補助23萬台前任產品 有別過去政府補助臺灣電器大多為一年期 這次補助購買期間只限明年元旦開始到4月底結束 只有短短四個月 經濟部預期 每年大約能節省天然氣2037萬立方公尺 我們如果換算成這個二氧化碳的排放 我們可以每年減少4點萬噸的二氧化碳 相當於111個大安森林工的吸收的二氧化碳數量 期望透過補助政策達到節能減碳 不過這波補助如果經費用完 將提前截止受累申請 呼籲民眾得額外留意 記者原此章子佳報導